欢迎收听V生命灵数,大家好,我是Wendy 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生命灵数九宫格一到九这个数字 如果单一数字出现两个或者五个以上的时候 在个性展现上面有哪些鲜明的特质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生命灵数九宫格当中的数字一 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的数字的核心本质 一这个数字呢,它代表的是自我意识非常的强大 但是呢,它也是勇气和能量的开端哦 如果你是一这个数字出现两个以上的人 你是非常享受认为啊,领导群体 以及成为意见领袖是你天生的宿命 你有一种呢,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使命感 这样自动和习惯扛起责任的特质啊 在与人相处和沟通的过程当中 其实蛮容易散发听我的就对了的感觉 不免让身边的人呢,感受到你的强迫性 以及没有沟通的弹性 还有你是自信心爆棚的人 但如果你是数字一出现五个以上的人呢 你会比两个一的人呢 更让人家多了一份很会沟通并且领导的特质外 就整体的气势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的 但你也很容易失去平衡 因为呢,你希望身边的人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犯错 所以你会直接封守对方的一些意见 甚至会直接去跟他表达说 怎么样做会比较好 这样反而会让人家觉得你非常的专制哦 但其实你们内心非常需要认可跟很温暖的 但其实你不想要被看见 或是不想被看穿 所以你反而会更用力 希望让自己不好的一面 不要被人家发掘 这是生命灵数九宫格一 这个数字 如果你是两个或是五个以上的人的人格特质 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生命灵数九宫格二号 二这个数字呢 它代表的是阴阳太极的一个代表数 所以呢,你分析的能力是非常好的 也善于在找平衡 同时也是一个爱美的代表 如果你是数字出现两个以上的人呢 在群体中你是一个配合度很高的人 你也善于观察 希望身边的人事物呢 在一起的时候都能够很和谐 并且达到你自己觉得舒服的氛围 除此以外呢 你在打扮啊 和生活当中的气氛和仪式感的经营能力 也是蛮好的 在关系相处中呢 有的时候你会习惯跟周围的人抱怨你的生活 在职场中以及亲密关系当中 你觉得你的看法或是你的不满 那如果有时候不熟悉的人啊 会觉得你好像有点太爱抱怨了 甚至不知道你是不是真心的 把大家当朋友 还是你只是逢场作戏 跟大家交流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有的时候 你跟A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跟他抱怨B的事情 你跟B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跟他抱怨A的事情 这是一个墙头草的概念 其实他就是一个爱抱怨 他就是一个嘴巴 捏捏捏 可是他心没有那样想 但他就是习惯性 就是我跟你说 那怎么样 我跟你说 那个怎么样 这样子 嘴碎的人 我没这样说 有的时候朋友会不确定 然后会觉得说 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深交啊 我觉得这是 二这个数字出现 两个以上的人 比较吃亏的地方 因为他的本质是 很想给大家很好 但是真的 两个以上二的人 要练习 控制好自己 要分享的事情 控制好自己的嘴巴 说之后 如果出现五个以上的人 非常看重 还有在意自己的外表和打扮 你也很追求和享受美食啊 旅行啊 以及追求好的生活品质 你对艺术的感受 是非常细致的 而且你很容易产生 很高的共鸣感 要面对选择 或是表明立场的决心 其实你会比 有两个二的人 更逃避 甚至是更恐惧的 特别是面对 需要表明立场的场合啊 你会因为不想跟人情 一直要你做决定的压力 而出现情绪失控的现象 心理压力有时候 会让你失去平衡 以及让你没有了沟通的弹性 反而会让大家觉得 你好像有一点点的固执 如果你是有五个二以上的人 建议你 要适当地去练习选择 并且在选择的过程当中 能够去说出自己的想法 避免自己在被情绪压迫 或是团体压迫下而产生了情绪失控 以及发脾气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生命数九宫格三这个数字 数字三的这个核心 本质特色呢 基本上你是善于 以及享受沟通的过程 同时你的爱好非常的广泛啊 也很灵巧 非常天真 而且非常具有同趣感的一个人哦 所以如果你是数字三 出现两个以上的人呢 其实你会给人家的感觉 就非常的古灵精怪 出现两次三这个数字的人 其实你本质就非常的聪明 再加上你很乐于分享啊 爱沟通的特质 其实在人际关系中 你是非常的活跃的哦 如果你遇到乱无章法的事情的时候啊 你又能够展现出很高的好奇心 你也会很享受 在这种漫无章法的讯息当中 去理出逻辑的 这样子的成就感 这样子的特质 其实诚实来说 人家真的是对你又爱又恨 害怕你不安排你出牌 但是呢 又很期待从那边有惊喜感 或是好玩的感觉 如果你是数字三 但是出现五个以上的人呢 其实你给人家很深刻的影响 就是爱表现 但是这里提到的爱表现啊 跟我们一般定义的爱展现自己啊 希望成为焦点 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哦 因为出现五个三的人呢 会用自以为的乐趣 和幽默来表达情绪和感受 就有的时候会忽略界限 以及需要尊重这样子的面向 会出现过头 或是过分的处理模式 但是出现五个三的人 他自己本身没有觉得 他这处理方法是不特定 或是不尊重人的 在相处久的过程当中啊 别人会觉得你这个幽默 其实只是你的自以为是 自以为有趣 反而会觉得你有点幼稚 甚至是会觉得 你有点颠倒是非 三这个数字啊 他本来就是散播欢乐散播爱啦 但是你知道散播欢乐散播爱 其实还是要和时跟和疑嘛 如果你只是一昧的要好玩 每一件事情都一定要 当下很有趣的时候 比较容易去触犯别人的底线 甚至是有点过头了 那生命灵数九宫格数字四呢 基本上它的核心本质 是代表你的激情心很高 行动力也很强哦 具有务实的态度 但如果你是出现两个四以上的人 你是有非常坚定的心念 还有坚强的意志力 同时你也具有很强的组织力哦 在生活当中你是非常脚踏实地的 对于这些虚无缥缥的计划啦 或是梦想 其实你不太感兴趣 同时因为追求完美的特质 其实你也非常善于研究啦 分析事情的可能性 以及找到中间的利弊优劣 做人做事 你是非常的保守的 并且不太推崇一些高利润啊 或者是不用太努力 就能够有高投资报酬率的方法 因为你相信人一定要先付出 才可以有收获 那如果呢 你是有五个四的人呢 基本上你对于财务的敏感度 是非常的高的 同时你也有非常高的掌控欲望哦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呢 容易让人家觉得你很吝啬 你的安全感其实是来自于 足够的财富存款 同时在这个累积的过程当中 你会知道自己 每一天都是在进步的 因着这样子的特质啊 你对于没有尝试过的事情 或是谈丁的计划 有变动 或是他邀请你成为 一个新的发明 或是一个新上市的东西 的一个先驱者 对于你来说 你没有办法马上答应 因为你是一个要先回去研究 分析 然后再反复思考的时候 你才会再回头 跟人家说好 我们来谈谈看 这些事情 或许有什么样的机会 对于变动这件事情 你并不是一个 马上就接受 你需要先回去 找到让你自己 安心的佐证资料 甚至是你认识的朋友 有成功的经验时 你才会觉得说好 那我来试试看 这可能是我可以做到的事情 保守的小气鬼 你一定要这样讲 你为什么不说 他是一个保险的 高财务管理者 好啊 你的文字太过于包装了 好 没关系 反正有两种风格 大家可以自己选想 听哪种风格 如果你是生命 灵素九宫阁五号 我们要来跟你讲一下 五这个数字的 这个核心本质 你是一个自我意识 蛮高的 同时也享受变化过程当中的 这个刺激感 变化性这件事情会让你有不少的满足乐趣 所以如果你是有两个五以上的人啊 你的自尊心其实蛮高的 而且很坚持自我 不经意受身边的人事物影响 甚至做出改变 面对社会的期待啊 学校的教条啊 甚至是你的家庭规范 你的反应会是逃避 然后不想理会 因为你希望用自己的方法和理解 来帮自己设定规矩 而不是别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 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啊 会有很多的拉扯 在这个拉扯也会让你身边人觉得 有点不切实际 太过自我 甚至有点迷烂的现象会出现 因为太自己了 只要是别人跟你讲说 应该怎么做 或是大部分人都怎么做的时候 其实你会直觉的 就先给他一个no 但是你也不去想说 为什么以及合不合适自己 这是有两个五以上的人 不小心就会发生的一个情况 但如果呢 你是有五个五的人 每次在念这个 我都以为 在玩一个什么样的游戏 好 回来 如果你是有五个五的人呢 基本上你其实是 不轻易退让 很坚定自己的想法 逐渐的 坚持而坚持 然后为了相信而相信 所以当问题或想法 有建议的时候 其实通常你们是 不愿意听 也不太愿意沟通 比较容易会让人家觉得 树不自封 跟有点偏执 五这个树是本质 很像变色龙 而且很奔放 太过奔放的时候 本来就会变成是一个危机 所以容易觉得 别人讲的事情 怎么可能会比我自己想的好 这是五这个 人格特质当中 如果太多的时候 比较需要自我控制 跟要提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能够避免 这样的事情发生 老了没有朋友的自杂狂 还好啦 因为他们谈恋爱蛮认真 他至少会有另外一半 跟他在一起 确定吗 Hopefully 我祝福他 好 如果你是生命书 九宫格当中数字 六 我们先来跟你讲 六这个数字的核心本质 非常的温暖体贴 重视亲情 同时你也善于换位思考 所以如果你有两个六的人呢 你希望能够通过 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这个动作 来向你身边的人表达 你对他的爱意 以及你很重视对方的 这样子的一个诚意表现 但是有两个六的人啊 其实内心对于 给予对方之后 对方的反应啊 以及苦苦的方式 有自己的逻辑和期待 这样的期待啊 会让人家觉得 你有点过分挑剔 而且对于爱的强迫性和单一性 是会让人家有点惧怕的 那如果你是有五个六的人呢 你其实非常渴望 也追求 被你在乎的人 用爱来包围着你 并且你期待对方啊 用无条件的状态来接受你自己 并且你要他以你为中心哦 所以一旦对方没有按照你的期待时啊 你的反应就会有很多的负面情绪 甚至是抱怨和控诉对方的行为 就会慢慢的出现 所以有时候很容易 以爱之名出现 强迫对方的一种状态 所以你在追爱的过程当中啊 会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 控制狂 宽以律己 言以待人 好不好 是不是咬着很累 控制狂 我在练习我的中文的伪善之人 因为爱其实应该是要相互的啦 而且要公平的 所以他一旦变成是一种谈判的筹码的时候 我觉得他一切就是都变了掉了 所以这也是提醒 六数字比较多的人 当你在追爱的过程当中 还是要冷静一点点 用双方可以接受的方式 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交流方法 如果你是生命数字九宫格当中 七的人呢 你的核心本质呢 是一个分析能力很强 思考能力也很好 心意度也非常高的人哦 如果你有两个七的人呢 其实你非常享受研究和探究知识过程 通过累积的知识和经验 让你拥有可以冷静面对问题 并且能够拆解问题背后 更深沉意义的能力 你也因为好奇 还有爱窥探的这个特质 对于事情 你会先带上怀疑 以及有色的眼光 也会让人家觉得 你其实疑心并蛮重的 那如果你有五个七的人呢 我必须先说 你真的是天生的直觉力 非常非常的强 你对于事情的表达啦 甚至是在看法上的分享 都蛮坚持自己的想法 所以在这样子的人格特质上面 会让人家感觉 其实没有什么沟通的余地 然后很霸道 很专制 只相信自己 太小就成功的人 如果你是有五个七 并且你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成就非凡的话 你真的蛮容易出现 自负的一种状态 随着年轻增长啊 你有可能会出现很懒惰 甚至反而会变成 没有跟上时代节奏的状况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在小的时候 就用了自己的理解逻辑 甚至是自己的努力 就已经来到了成功 虽然我这么小就这么成功了 我哪需要别人来告诉我 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他就会比较用自己的方式 那有的时候就会停下来 然后停下来的时候 你就可能慢慢慢慢跟 现在脱轨 所以要跟有五个七的人说 其实你是很幸运的 你对于事情的判断 敏感度就非常非常的高 但切记一件事情是 一定要一直带着这样子的能力 帮助自己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能够成为 那个领域的佼佼者 如果你是生命述九共个八的人 我来跟你分享一下 八的核心本质 你是一个非常追求成就感 享受学习的过程 并且能够从掌控周围 来获取自己的安全感 所以有两个八以上的人 其实你是一个商业能力的好手 善于掌控以及善用资源 对于成功有非常明显的野心 并且愿意通过努力以及时间 去换取更多的资源机会 以及贵人的协助 所以有两个八的人 你对于自己有一个很高的期许 并且希望自己成为 社会和大多数人羡慕的成功人士 再来如果你是有五个八的人 你的个性就会比较急躁 并且凡事都是以目标为导向 所以在处理事情的手法上面 比较容易出现不择手段的失控行为 因为你会觉得平庸安稳的人生 会让你觉得自己是失败的 没有成功感 扩大到金钱的时候 也会变成是贪念比较高的人 容易出现耗赌或是拜金的负面行为 最后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是生命灵数九宫格九 九的这个核心本质啊 是非常的博爱 追求社会的和谐 期待世界大同 所以有两个九的人呢 你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别人的依靠 也拥有愿意帮助人的能力哦 能够帮助人 会让有两个九的人 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以及价值感 所以你有的时候 会为了当英雄 而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决定 或是牺牲 有一种就是自己的努力和累积 就是要来成为别人的光和颜 帮别人成就他们的成就 这是有两个九的人 奇妙的一个人格特质 最后要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是有五个九的人 较多的时候啊 你会用自己的想象和感觉 来判断事情 对于他人还有自己的需要 就你会觉得 你知道别人要什么 所以你就会用你的感觉 意思给 因为你觉得你了解他 同时呢 你又非常注重心灵层面的交流 所以有时候啊 会因着跟你交往的 对方的这个情况 或是你曾经有过的经验 而去失去判断时期的逻辑基准 甚至你会出现逃避现实 或迷信的情况产生 五个九的人 一定要多一点点 对你们提醒 就是说你自己的核心本质 应该要定定在那边 因为它是一个核心本质 不要因为你跟谁相处 或者是你一段时间 比较相信某一个人 就打破了你自己的核心原则 或是核心相信 就算你曾经有过失败的经验 你对于人性 你对于该做的事情 甚至你对于金钱社会的判断 都应该遵循你最一开始相信的 这个核心价值 以上呢 就是我们针对生命灵数 九宫格一到九的数字 如果你有两个 或是五个以上的人格特质分享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周见